这所小学里边有800多名学生 都是未超过14岁的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 就哈马斯这种反人类的组织 真的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吗 落后就要挨打 我告诉你啊 落后不一定挨打 落后反人类 无知猖狂才会真的挨打 我就想问问啊 那2000枚火箭弹 如果以色列没有能力拦下来 他们要死多少人 火箭弹发过去没几天 哈马斯要求停战 以色列拒绝 我真的是觉得啊 现代战争的模式真的是彻底改变了 传说中的人民战争真的是不存在了 人民成了看客 不再是短兵相接 人海战术双方坦克大炮 面对面的拼杀 无数的普通士兵 再也不是政客的炮灰了 现代战争你看看啊 进入了一个什么新模式 让领导先走的模式 多年前 哈马斯跟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每一次都有哈马斯的高级领导人公开站出来 不断的对巴勒斯坦民众进行煽情啊 鼓动啊 现在看不到了吧 他们连脸都不敢露了 为什么 因为等待他们的结果就是啊 地狱火箭弹直接找上门来侧候他们 甚至啊 领导人的司机跟保镖 人家都不去伤害就专门干你这些领导人对吧 巴以冲突开始啊 不到三天的时间 哈马斯的很多高层都被啊精准斩杀 以色列的精准斩首 让后座哈马斯的那些核心人物被刀砌 绞成血肉状 司机一点都没事 不管哈马斯啊提出来是不是战 还是休战 所以啊 人家以色列就直接拒绝 但是啊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真的希望以色列可以一鼓作气 灭了这一群 躲在女人老人孩子背后 把无辜平民当作袭击目标的懦夫废物猪 把他们全部都给干掉 恐怖组织 反人类的组织或者是反人类组织的这些领导 确确实实是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上 还是那句话 感谢现在战争